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新的一周除了有周更的聚焦时刻,团战约会以及各种特殊赛事杯之外呢 本周训练师们还会迎来特殊活动,团战热以及就是传说或是超级团战头目的变更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各方面的一些须知内容以及详情吧 稍微先看本周会开跑的全新活动方面 其中在10月5日星期三的早上10点开始,维持至10月11日星期二的晚上8点为止将会开跑进化之星活动 随着活动而到来,特色宝可梦方面主要有科斯莫姆的登场 然后在10月8日星期六的下午2点至傍晚5点之间将会举行超级爆里龙的团战热 该两道活动的一些加倍内容还有详情方面我们这边就不多做提及了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可以在右上角或是影片下方详情栏寻找之前相关的影片连接来查看 本周会开跑相关的一些特殊赛事杯方面 9月29日至10月6日期间有大师联盟以及大师联盟经典赛 然后10月6日至10月13日期间有大师联盟以及精华杯 在本周里面超级以及传说团战头目也会发生变化 目前9月27至10月8日期间传说团战头目有伊培尔塔尔 超级团战头目有超级长耳兔 然而在10月8日至10月20日期间传说团战头目有泽尔尼亚斯的复刻回归 同步开放其闪光版本 超级团战头目方面有超级雷电兽 本周的聚焦时刻落在10月4日星期二当地时间包含6点至7点之间举行 主题宝可梦有爬手猫 然后进化宝可梦可获得两倍经验 本周的团战约会发生在10月5日星期三当地时间包含6点至7点之间 活动时间段里面伊培尔塔尔的传说团战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 好了以上就是有关本周10月3日至8日期间的一些更新以及变动事项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请我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